第四位 如果你有這些皮膚的狀況 學校不讓你上課 他會把你趕回家 怕傳染 所以他們真的也應該要好好看一下健康2.0 這不會傳染 趙醫師說不會傳染 不會 因為不會傳染 所以其實帶過來小朋友跟青少年 我們大部分就會幫他調體質 像是女生呢 就比較多是脾氣虛的狀況 那脾氣虛的人呢 他會覺得比較容易沉重 水腫 人會比較容易累 那你看是不是跟你壓力大的時候有關係 脾氣虛不一定是一輩子的事 也有可能是你壓力高峰期 對 我們比較容易感受到的 那第二個脾胃濕熱呢 很多人應該都可以感覺到 譬如說他最近天氣熱 他吃不下飯 肚子會肚肚的 那種感覺就是胃濕熱 然後再來呢 你的旁邊的人可能會跟你說 媽媽你有口臭耶 是不是 這個就是脾胃濕熱很大的代表 那他們的皮膚呢 脾氣虛的人呢 他是比較白 起水泡而已 他的那個汗泡疹可能不癢 就是一點點而已 可是脾胃濕熱的人 那個真的是又紅又癢 所以他的症狀就會比第一個脾氣虛的人 還要嚴重 大家這個所謂內陰性 剛才說女性為什麼會容易有 因為女性本身她的荷爾蒙代謝 跟內陰性不太一樣 對 有女性啊 像我這個民眾 她本身啊 她是一個差不多40歲左右 那她說她好像快停經了 但事實上其實還沒嘛 40歲 有的可能停經了 對 她覺得沒有 50啦 沒有 她覺得她有停經前的症候群 很多人都有 對 恩利華 對 最開始這裡不舒服 那裡不舒服 真的 又睡不好 那事實上其實 因為女性跟荷爾蒙代謝有關係 有的女性 她在這個月經要來之前 或月經的這個一開始 她感覺皮膚特別癢 我這個民眾就是因為月經要來的時候 她的手啊腳就開始癢起來 剛開始是真的不知道什麼問題 那後來她發現是 她這是汗泡疹 她說汗泡這是有規律性的 就是到這個月經來的時候 她就開始產生 所以跟她荷爾蒙代謝是有相關性的 那女性有時候 失眠的問題比較多 因為她有時候又比較急躁 等等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引起她這個本身 皮膚表面的免疫 就會有產生問題 那皮膚表面產生問題的時候 就用產生一些細胞的一些 發炎因子就跑出來 就開始 皮膚就開始癢 一癢的時候 你就會想去抓她 那事實上其實抓了 事實上很多人 是要抓到破才舒服 一定要啊 不然幹嘛抓 對 加免疫苗不會存在 而且說實話 那個醫生說的這一點 非常有道理 因為最近我老婆 就一直在罵我 罵我說什麼 我把香港腳傳染給她 因為她那個時候 最近這個手這邊 就是有一條一條的泡泡 然後那個時候 後來我聽過這一集 這個專家解惠後 我想說 應該是因為最近生了小孩 然後出了月子中心 回來以後要顧小孩親胃 一直餵一隻餵 完全沒有辦法 兩個小時才睡一次 然後兩個小時 就要起來親胃一次 親胃完以後呢 她每次只要一洗碗的時候 不是接觸一些清潔劑嗎 最近就開始這樣一條一條 所以我要跟她講 不是我的問題喔 是你這個內心的壓力太大 也是你的問題啊 你讓她洗碗 壓太大 不是你要幫忙 幫忙親胃 但是你要幫忙洗碗 因為她會脹奶 你要餵奶 是不是 還是我的問題沒錯 是 好 提到這個Paul 剛剛提到說腳癢的時候 是 你以前用過哪些什麼怪怪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很多這種 之前在這種所謂的 比較這種 大家在當兵的時候 會用很多奇怪的方式 因為一癢來的時候 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用過很多奇怪的方法 尤其嚴重的時候 根本沒有用 甚至我到最後有灰指甲的問題 這旁邊這個 這邊已經變成灰指甲 然後完全無法可力 所以那時候受不了 只好用一個 老爸教我的方法 老爸教我的方法 對 就是泡熱水 然後加醋 這有效 對 對 對 這樣泡熱水加醋以後 然後這樣靜下去 我跟你講 靜下去的那一瞬間 真是爽啊 你知道嗎 全身本來很癢 下去就 那種感覺是 整個舒緩 整個舒緩 然後開始感覺 因為皮膚本來不是乾乾均裂嗎 然後可能因為 酸的這個問題 所以那個腳皮 開始有點軟了 所以搓起來特別好搓 以前搓都是屑屑的對不對 然後起來以後 你只要稍微一搓一下 哇 一整片都掉下來 你知道嗎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是止癢是有效的 但後來發現說 這只是治 標不治本 因為隔不了多久 隔一天可能穿完襪子 然後流個汗 又開始癢 而且這癢得更嚴重 因為你皮不是已經掉了嗎 所以到時候那個 伸進去那個 那個所謂的裂痕 會更嚴重 所以以前只是癢而已 但泡完以後 第二天是變得痛 然後非常非常痛 所以還會有流血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 好 這個要來問一下 趙醫師 到底 泡熱水對不對 然後加醋啦 或者你教大家什麼 止癢的好方法 當然很多人想用沖熱水 熱可以止癢 其實這跟冰是一樣 可是熱的止癢效果 沒有冰好 要冷卻它 可是因為熱用完之後 它的水分其實 油脂會排泄掉 反正皮膚更乾燥更乾癢 而且熱用完之後 更麻煩 熱用完之後皮膚乾燥 會乾裂 那汗泡整個東西 事實上你去止癢它 第一個因為它破 它一個急性期的話 就是會水泡 那到破了之後 它就開始有脫皮 甚至很均裂 會疼痛 那事實上這時候 再用熱水去泡的時候 它會更乾裂更不好 所以基本上 我們會用一些冰的方式 那我另外用一個冰塊 那夾子有點水對不對 那可以一起在這裡面泡 泡冰 對 一天還可以泡個兩三次 每次三到五分鐘 這樣放這裡面 你這個冰 因為我們一個重點 癢的傳導 跟這個痛感是一樣的 那我們去麻痺它 麻痺這個傳導的模式的話 是讓你可以減少它癢的感覺 所以說除了這樣我們還可以拍打 用拍的方式 拍 讓這個有點疼痛感 不要抓破的痛 拍打的疼痛 也可以減少一些癢感 其實我們有時候還可以用這個 毛巾包起來對不對 像很多是冰帶的方便 對 才會直接傷害到我們皮膚 那這樣超過一次三到五分鐘 把手它降溫 一般來講汗冒忍也還有特色 它覺得手熱烘烘的 感覺很熱 會脹脹的感覺 所以你假使你用這樣冰敷的模式之下 事實上其實它可以減少 手的一個熱感 即脹感 所以說會比較舒服 所以這除了對付 汗冒忍的癢有效 還有哪一種癢是有效 是一般的癢 比如說蚊蟲咬到 你的癢 現在夏天很多人蚊蟲叮咬 現在的蚊蟲特別毒 尤其很多人現在到 比如說我從北部到南部去 或到東部去的 被不同地方的蚊蟲叮咬 那種感覺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沒有那邊的抗體 很少被咬 所以到那邊去咬之後 你的反應都很激烈 不管是大人小孩 他可能都很腫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冰塊 或是冰敷的方式 來拍打的方式 對 這樣子 治療效果比較好 至少你不要把他抓到發炎 那等到回來之後 再來看醫生 OK 減少一些後續的後遺症 或併發症 好 所以用冰敷的方式 才是聰明的 那像你在美國 都教他們用什麼東西 其實在美國 我們比較常用的方法 是內服 而且你特別推薦他們一個 算是台灣的夜市美食 而且加拿戶其實都會做的 是 因為其實脾氣需脾味濕熱的 最好的一個食療方 竟然是我們常常吃的 四身湯 好可愛喔 所以我好了 是不是因為吃四身湯 其實四身湯 是調整你的這個品氣 脾味的 我每個禮拜都會吃 很多人就說醫生有可能 那感覺就是一個夜市小吃 對啊 要夾刮包嗎 是不是 對 那六十幾歲退休了 可是最近覺得腳特別腫 但是他是久病呈良醫 他想說沒關係 腳腫 那我利尿劑 多吃一點就好了 海水 海水就好了 今天沒想到他吃完之後 四身湯就是冬天 媽媽才會煮得來補身體 對 然後我們在夏天 原來我會去過媽媽 所以他一年四季其實都可以 對 所以是事務湯 夏天是四身湯 很多人會弄錯這兩道 我不事人是四身湯 你不要太好 你不要